等一下 警方攻堅进入民宅果然发现制毒原料 大批的制毒工具 制毒笔记及空气枪等 这处制毒工厂隐身于桃园平正一处透天措 田信嫌犯利用自家厨房制毒 比较特别的是嫌犯采用罕见的P2P制法 少了产生恶臭味的绿化步骤 企图躲避查气 不过还是被刑事局与桃园警方组成的专案小组查获 在桃园地检署假官指挥下 我们破获一件隐藏在大楼社区里面的制毒工厂 那全案除了查获田信祖贤道案外 我们同时搜索查获到了四级毒品 这个MAPA 安非他命 还有海洛因 还有制毒笔记 以及气体钢瓶等大批的制毒工具 那这个案子呢 这个制毒居然非常的狡猾 他是用这一个罕见的这个MAPA四级毒品的鲜血原料 也就是三亚二本基低酸甲脂 来制成了这个P2P本基底头 再进而去制造出这个二级毒品的安非他命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规避查气 那如何规避查气 也就是利用在这个制毒的里面的过程 不会产生恶臭 来进行查气 那虽然如此 那我们警方呢 会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调查 我们一样 我们会把它给查出来 所以呢 这个维护国民的健康 以及维护社会治安 是我们全民 大家一起的责任 那我们也呼吁民众 能够勇于检举 走私毒品居然 以及隐藏在大楼里面的 无法制毒的犯罪的份子 田信邪犯被逮时 还一度变称是在炼金 企图蒙混过关 不过还是被警方识破 全案已经依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田信邪犯也被裁定 鸡押禁件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